先会国民党团对民进党团批评 县府防疫记者会上演购物台戏马一事 提出了反击 表示协助推广产业行销 明明是各县市首长都在做的事 为什么林之庙县长不能做 连陈时中部长也都在做 民进党根本是双重标准的双标党 我们林之庙管长都在推荐这些农产品 农会也好 农民也好 相关产业也好 人家都说这样很好 你现在去年 民进党议员也没有拿出来买了 是怎么今年 是双今年 他们就来说这个 颜色不对 是不是有不一样 中央也好 台南的 屏東也好 不管是 都在推荐 民进党中央的防疫指挥官 陈时中部长 他去台南县也好 去屏東县也好 在那边卖很多的农产品 还有甚至于连那个雨产也在卖 还有在吃卤肉饭 为什么他们可以做的 我们就不可以做 这明明是各县市的地方首长都在做的事情 如果民进党不想照顾农民 让我们林之庙来照顾 我想我们林之庙不只是会照顾这个所有的农民 而且还会辅助宜安县各个产业 照顾好我们宜安县所有的县民 陈时中部长在4月27号当天 也摆出了荷兰经典的甜点 焦糖煎饼 这个东西也引发网友的一个抢购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销 那为什么在中央陈时中部长可以 在宜安县宁寺庙县长就不行 我想我们疫情记者会不是只有防疫 而是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振兴产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有呢这个西瓜也是在这个防疫 记者会上面大大大地呈现 所以以来县政府为这些农民 为这些青少年来做这样子一个行销推广 有什么不对呢 青少年创业的这个品牌 我们也是非常注重 所以县府在这样子的一个 时间上的一个分布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将这样一个产业 完整的介绍给民众知道 国民党团也强调防疫不是只有那 五六分钟的记者会 更多背后的辛苦 民进党难道没有看到吗 后疫情时代振兴产业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希望民进党不要为了打击县政府 而去伤害了正在努力打拼的创业青年 以及所有的在地农民 补党青年创业 照顾所有产业 宜蘭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